第十九题 阿佩将配置好的绿化钙水溶液与碳酸钠水溶液反应 实验装置如右图所示 若反应前整个装置的总值量为W1 将追其名倒转后 此两溶液充分混合 测的总值量为W2 则W1跟W关系为合 这题要考的叫做质量守恒 我们知道绿化钙跟碳酸钠反应会产生碳酸钙跟绿化钙 绿化钙仍然是水溶液 碳酸钙会沉淀 但是它会留在瓶子里面不会跑出去 所以在这个实验里面 不管我们的追行瓶的瓶口有没有完全密封 它的产物通通都不会离开追行瓶 所以呢反应前的总值量一定会等于反应后的总值量 这叫做质量守恒定律 所以呢我们第十九题答案呢 我们要选的是C 我们追行瓶反应前的总值量W1 会等于反应后总值量W2 所以呢我们要选C W1等于W2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